上個星期五,一班Tesla Model S 和 Model X 車主 在加州提起集體訴訟,稱其自動軟件更新縮短了電池的使用壽命 訴訟稱Tesla的更新及其帶來的影響違反計轉機欺詐和濫用法案 加州不公平競爭法案和消費者法律補救法案 軟件更新可以將續航里程減少20% 並博士一些車主花費15,000元更換電池 車主和出租人完全受制於汽車製造商,每當汽車連接WiFi時 Tesla都會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,強制更新軟件 一些車主甚至向第三方支付了750元以撤銷和電池相關的軟件更新 律師們表示,Tesla拒絕向軟件更新後電池容量下降的 Model S 和 Model X 車主和出租人進行賠償 2021年7月,Tesla同意支付190萬 就軟件更新,暫時降低1743部 Model S 車輛最大電池電壓的指控達成黃解 其中包括約40萬的律師費和開支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